花莲市蔬银行接户不少善心人士捐赠物资 其中远从台中来的乐福福音用品精品馆 也针对日常需求捐赠了40箱婴幼儿的尿布 希望可以真正帮助到花莲的弱势族群 花莲在4月份接连发生多起地震 导致各地陆续传出灾情 台中乐福福音用品精品馆顾问刘志刚 为了想替地方尽一份心力 特别透过友人引戒 在第一时间就捐赠了40箱婴幼儿尿布 要将资源溢注花莲市食物银行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都是贩售母婴用品 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知道 大人可以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挨饿 可是小朋友不行 那尿布的部分又是一些民生用品 那如果有在第一时间能够帮助他们的话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 我们从社会上得到的回馈社会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在这阵子其实物资都平平的都有进到我们的食物银行 那我要再次的感谢 不管是我们的企业个人跟我们公司 再次的感谢大家 那未来也希望说大家如果有想要捐赠物品的话 都可以跟我们社劳客 或是跟我们食物银行做一个联络跟一个接洽 食物银行位在于华联市中华路296-3号中校国小旁 开放时间为周一周二及周四上午8点至12点 下午1点半至5点半 周三及周五则是只有上午半天时间 领取对象户籍不限华联市 只要面临生活困难而需要民生物资者 都可以备妥证明文件到食物银行填表申领 记者徐提琴华联市报导